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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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灰 干吗呢 中堂来了一个大人物 什么大人物 是个老头 气势不凡 气宇玄昂的 老头 上官大人物 仓无线男 王羽 王子好 不知大人假邻寒舍 有失远迎 王先知不必聚礼 请 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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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上官仪 就闻王贤之大财 文桃武略 满腹精伦 今日一见果然青年才俊 气度不凡啊 气度不凡啊 他就是上官仪 中书令 正三品 朝中有十权的大人物 再过几年 他可就要跟武则天过招了 这可是历史名人哪 今天我算是见着活的了 上官伯伯过奖了 伯伯一世英明 自豪自残行贿啊 王先知不必过谦 今日里圣上班旨封赏 老夫斗胆领了这个差事 王先知来接封赏吧 别辜负了圣上的一片美意 王兄 王子豪 接旨 臣下领旨 吾皇上誉 启宗王侯 功臣赵赵 其姓之良 其行之义 允闻玉武 四方之纲 其子王兄 才德识广 雄桃武略 慎岛耳之 誓意包边 以章其得 靠后点啊 这种大事 咱们女子从长不得的 夫人 你怎么了 里面干吗呢 不惊你个大功 皇帝 伤胆呢 法妻学营 品性纯良 三从四德 赤夫有放 辞封赐品 赐之告命 臣氏一族 通通有赏 今次 臣 领旨先 王贤之 皇上封赏于你 孙夫人也封了四品告命 连带着父母都有封赏 真是光宗耀族 可喜可贺呀 好 那我让剑内也出来领赏 免了吧 夫妻一体 你领旨和你夫人领旨 还不是一样 那还有什么过场吗 照规矩啊 这般圣旨的人 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 可是这我看就算了吧 咱们来日方长嘛 别别别别 别坏了规矩 哪说哪了 大人啊 你在这儿等一下 我这就让剑内准备一下 你看 你看险方现实 你看这孩子 这怎么好意思啊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现在就去 你们等一会儿啊 站住 往哪儿跑 过来 夫君有何吩咐 夫人呢 夫人说 夫君为王家立了大功 去祠堂拜谢先祖了 列祖列宗保佑 夫君为国献策 今日 收到了皇帝的嘉奖 就连我陈家 别跟着拆了光 这真是 万事修来的部分 我玄影 一定不辜负老侯爷的临终嘱托 尽心尽力的 夫总夫君 为侯家 生一个大胖小子 万事烦心 光总要足 姨夫人你说 这大喜的日子 你哭啥呀 先生高兴嘛 让夫君见笑了 按说 我也该在老祖宗面前哭一笔 可这毕竟不是我的老祖宗啊 这会儿啊 要是能给我亲爹亲妈 打个电话就好 夫君 不再为你陪上官大人 跑这儿来做什么 别问那么多了 你快去准备几瓶九花玉露来 那九花玉露做什么 你别提了 这个老不死的上官仪 也不是什么省楼的灯 我算发现了 这天底下的所谓正人君子 都是一路活死 免不了贪污受贿的 这些都是国人的劣根性啊 别胡说八道 这万一被别人听到 还会惹合上身的 说说怎么了 我将来还要写到唐朝秘识里面呢 把那些唐朝见不得光的事 都给他晒一晒 让后人读历史的人 别被蒙的囤囤乱的 还稀里糊涂的觉得唐朝 你这个胡说八道 不要命了 就景盆九花玉露嘛 清清正续给他拿 给他多少瓶啊 给他来来来二十瓶吧 二十瓶 哎呀你就别舍不得了 其实说实在的 这个商官仪也算是个时尚人 不像那些撞腔做事的人 在那胡家虎为的 最后都是些披着羊皮的狼 难怪这吴泽天杀了他之后 还特别钦佩他的才学和胆识 说到这儿 突然我对他的敬佩 也是油然而生了 哎呀 哎呀你就别愣着了 快去吧 毕竟人家也是历史人物啊呀 二十瓶不多不多 大人这是九花玉露 还请您笑纳呀 老夫记得这九花玉露 曾在长安城里蜂蜜一时啊 还寻思着弄几瓶 给我家夫人送去 他怎么就销声一计了呢 伯伯您还不知道吧 这九花玉露已经更名为花落水了 简化了原来的配方 却还是熟悉的味道 各大门店均有销售 至于九花玉露嘛 现在属于内部供应 只赠于您这样的大人物 哎 那老夫就歇过了 哎 客气啥 自家买卖举手之楼啊 啊 王贤侄 时辰不早了 快去 与女夫人同贺 封典之喜吧 老夫告辞 那好 啊 大人请 啊 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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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留步 伯伯 小侄还有一事想与伯伯讨教 嗯 请讲 素文 伯伯直言不惠刚正不阿 那倘若 不过 当然只是个假设呀 假设他日午后谋权篡位 独揽朝纲 伯伯如何看待呀 大胆 不是 就是个比方 比方 唐若真有那一天 老夫 必当貌似上见 废了他 倘若此举必死无疑 乃至诸连九足呢 都可对 去可留 朝纲不愿 不过 一起把真言 憋在肚子里憋死 不如拼死 一剑 伯伯 请受小侄一拜 这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场病 把小侯爷给整好了 这老侯爷要是能看到今儿这个场面 非乐开了花不可 想什么呀 又不赢房子不赢地的 弄的干什么 瞎呀 没 我刚才呀 什么也缓过神了 总觉得这一早上啊 就跟做梦似的呀 没见过世面哪 没见过世 哎哟 也不知是谁呀 刚才还捧着一箱子封赏 还哭了一鼻子呢 懂啥 那叫喜极而泣 哼 得 这片棋子啊 是我的喽 今儿来得够早的啊 你这又是夹缝又是禁绝的 我还不早点过来沾沾喜气 消息这么灵通 废话 给你班纸夹缝的 那是我亲哥哥 我比你知道的早多了 你瞧我这记性 我都忘了你哥是皇帝了 没大没小的 今儿好事成双 我再告诉你件喜事好吗 什么喜事 辽东大劫 百计墨和联军全军覆灭 斩首三万鱼捕获五万 一举收复被百计占领的 所有新罗城池 好啊 胡先生 你又发什么异章 一惊一乍的 激动啊 侯爷 您有何分数啊 今日前线大捷 到账房里边 支出三百过来 平均分发福利上下 这前线大捷 咱府上也发赏钱 高兴吗 谢皇爷 侯爷 老奴没听错吧 没听错 去吧 哎 哎 哎 这怎么又跟你做梦什么 一枕一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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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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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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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是夏凉收割的季节了 朝廷派官员到各地去监督汇报 发动所有的劳力 全国人民齐心协力 从老天爷手里边抢粮食 就连公主也得谨遵朝廷号令 去监督打粮啊 听说 再借南拉链的成猪 也在快马加鞭的汪汇感 为父也不能倾家了 明天一早 就得跟夫人一块下庄子去收割 那夫君也要去吗 当然了 我也不能拖大堂的后腿啊 哎 好了 你别按了先别按了啊 你一会儿去跟前管家说 让他明日早晨就通知花露水作坊 还有造纸作坊里边所有工匠 不论男女老少 全部带新回家收麦子去 嗯 哎呀我真穿这个呀 你 这 我这都不好意思出门了 这 你别乱动 寒了半天才起来 耽误了开连 老天爷会怪罪的 怎么不曾经坐月子呢 快过来拿把手 你啊给夫君上行后 我到院子里去张罗着 去年啊 就是因为前管家没找好方位 才害得夫君大病一场 今年啊 要是再被他弄烂了 我就扒了他那张老皮 你看 这才叫高明夫人哪 扒了他那张老皮 你能比得了吗 来来来来 你快快快你先给我 来松一松 来来 太累了 不行啊 夫人会扒了我的皮的 那你一会儿去不去 不去 也好 反正也是封建民性 不去就换 你说你要是晚上看见我这样 你会怎么办 叫换 叫不是啊 阿伟 那我现在出去 别人会不会叫呢 会 那我去又去 去 阿伯你快去吧 老天保佑来年风调雨涮大风车 神来喽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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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女这丫头 跟夫人绑那么紧 一点都不知道新成夫人 这边视野太窄了 要不然咱们去打鼓场坐坐吧 那边空旷 平日里老窝在家里边 这出来了 还不好好接接地气 是夫君总窝在家里 切身长过来的 坡上倒是有个好地方 切身带夫君去看看 好啊 走啊 这人多 你让下人看见多不好意思 来 夫君 那边就是麦田 上了坡啊 就能看到油菜了 现在季节不对 如果是三四月份 就能看到金灿灿的油菜花 可好看了 这么好的地方 你怎么早没带过来啊 公主承天往咱府上跑 其实哪敢打扰夫君呀 这还好是在自己家 如果夫君偏偏往外跑 其实还不操心死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了 那边不错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好久没有跟我单独在一块 好久没有跟我单独在一块 这白天公主来 下午二女在 夫君找切身单独说话的机会 是越来越少的 是啊 自从盘了炕之后 一直是撒人睡 这天也暖和了 要不咱们 搬回家 让二女独守空房 夫君还不心疼死啊 嘿嘿啥 啥不大记得 合了夫君的意 反正这大趟睡得也舒服 小半年里也习惯了 先不搬了吧 那 夫人你就不觉得不方便 不方便 我看夫君没个不方便的 隔着个二女 不把她们接住 那夫人脸皮薄 我还不得主动点啊 二女在不在 你们俩还不是得好好沟通一下 要爱女士的时候顾防事 你说 夫君默问了 凶死人啊 以后呢 咱们以后 像今天这样 都出来走走 这庄子这么大 都是咱家的 不过过了林子就是云家的了 前些年啊 就是夫君不招家的那些年 云家一直想把咱们的林子 也划到他家去 现在咱家有了起色 他们也就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前些日子啊 先生让人往那边多种了十五地 等过些年啊 小树长大了 咱就把咱们这边都砍了 用新的树林当分界线 这样就能多占回来好多地 谁让他们趁人值了 咱王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这也太不好欺负了吧 你现在好歹也是堂堂四品 高明夫人了 让人捅到官府去 多下不来台啊 夫君多虑了 妾身自有分寸 况且啊 云家没什么背景 也没那个能耐 妾身听说 云家在南边的生意垮了 所以呢 妾身正在盘算 用过什么样的价钱 把云家的地买过来 好扩大咱那庄子 好好好 以后家里的事就交给夫人了 我也不操心了啊 就是你别让人家说 咱们欺负人家就行了 又有一日真的 没见到老丈人了 要不然收完麦子 我陪你回去看看 好啊 其实也想回去呢 好久没见到爹娘了 咱就穿着告密的官服回去 给我陈家脸上 也天天光彩 老天爷啊 对妾身真好 让妾身嫁了一个 这么有本事的夫君 也不知道 是几世修来的福气 只要是你 好 梁儿子豪成了伯爵 光宗要走了 一家人都亢奋不已 下一集 王子豪终于领略了古代农耕时的礼仪 作为家主 他站在高台上 田地里 手舞足蹈 启风求雨 和装户们一起干农活 体验农家乐趣 这么大阵仗啊 那我得去看看呢 富军可去不得啊 坏了规矩 哪那么多规矩啊 那我怕后面抗计嘛 怎么还跟孩子似的 什么都好奇啊 不是也一起去吗 我才不跟你们去凑热闹 去嘛 去嘛 真受不了你 去吧 我才不跟你们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